沙巴拿独十三名技职学院生 疑似因为85令吉不翼而飞 涉嫌打死另一名被人怀疑偷钱的男同学 这13人今早在法庭面对谋杀罪名 不少家属出庭聆讯 当孩子坐上警车时 他们情绪激动 苦苦呼喊着孩子的名字 还有人为在警车旁气不成声 看一组法庭新闻 怀疑85令吉被人盗窃而酿成的校园悲剧 今天进入司法程序 13名技职学院生上午被押往拿赌推施庭 被控谋杀罪名 由于被告包括青少年 因此面控程序闭门进行 只有家属或准进入审判室 根据控状 上个月21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7点多 在拿赌技职学院的南宿舍 16岁到19岁被告 被指杀害一名17岁男同学 抵触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并在第34条文下同读 一旦定罪 13名被告可被判死刑 或监禁30到40年 以及编试最多12下 13人之中 其中两名被告有违聘代表律师 由于死刑属于高庭权限 因此推施庭没有认罪记录 13人面控后坐上警车时 不少家属在法庭外苦苦呼喊孩子 有的家属围在警车旁 想在孩子离开法庭前 见上一面遭警员阻挡 现场还传来令人心酸的哭泣声 根据警方调查报告 有两名男生分别不见50和35令吉 怀疑17岁死者是小偷 13名被告在宿舍内将他打得全身瘀伤 最后伤重不治 13人两度被警方延扣住查 推示庭责定案件在5月16号过堂 以等待化验及解剖报告出炉 同样是在沙巴 一名金矿公司的华谊助理经理 涉嫌在4年前滥用公司财产 今天在推示庭面对4项罪名 但他否认有罪 综合四项控状49岁被告 也是公司的金库主管 他分别在2020年初 2021年10月 2022年5月及12月 在斗湖巴龙的5级曼特利矿地 将公司的金金矿废弃物占为己有 抵触刑事法典第403条文 也就是不诚实盗用财务的罪名 一旦定罪可被判监禁最高5年 罚款及便吃 控方向推示庭建议 要求被告在每项控状下 各以1万令吉保外 退市最后决定 让被告以总共1万5千令吉保外候审 案件责定5月14号过堂 并进行案件管理 感谢观看